政府說了物價是真的更貴了 五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百分之二點二四 再次突破百分之二的通膨警戒線 主記處認為蔬果因為四月的天候不穩影響 所以價格往上飆 想吃玉荷包又怕傷荷包 現在管住嘴不是為了要減肥 因為物價指數連三年都突破了通膨警戒線 這三年突破警戒線就是事實 所以你就說長期事實上是沒有 就是說從2008年 你在跟我定義什麼叫做長期是不是 我在跟你講現在這三年 你在跟我講定義是不是 什麼叫長期 你在意思你說我的用詞寫長期 是啦 那你不爽 是這樣嗎 我媽媽跟我講 他民國51年結婚的時候 他那時候一碗剉冰 我們現在吃的剉冰 一碗五角 你要想想看 現在的剉冰100塊200塊 但是料 你來看看料跟以前的料 來比較的話 哇現在的料是 它的裡面的那個東西 是比以前好得多 也就是說物價雖然上漲了 但是它的品質也提升了很多 不只吃的長得兇 連房租漲幅都創新高 房租年增2.6% 是28年來最大漲幅 房價不只居高不下 而是越來越高 你一輩子的辛勞到最後 那你剩的那些退休金 在台北市買一間廁所 天啊 這是荒唐離譜到極點 會不會升息打房呢 央行總裁楊金龍表示 抑制房價不能用升息當手段 央行下個星期 理監事會將會討論房市議題 如果不升息 該怎麼打住房價飆高 深深不惜 華視新聞畫面會方青年 台報導